昨天你在演講說男人上酒店都是為了工作 不是為了漁的 假日回家大好難 會不會有提醒 因為外面好像有病嗎 這個是這樣 我們只是按照數據 其實我相信我們台北市很多酒店是談公務的地方 因為我們發現他在假日很明顯生意量就下降 這表示說我們台北在上班時間 他是把他當作一個做生意的地方 可是吳欣宜好像說你也是失言 不要緊 這個 也許大家不喜歡聽太直接的話 主席 早上蔡碧如有著參加國民黨中央的計程會是很事先知情嗎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還是那句話嘛 就算沒有藍白河 也希望有藍白河 和平的河 所以可以互相幫忙 一定要還是互相幫忙 只是說每個政黨還是有他的主體性 我覺得羅生博的問題可以當我們成績 高總還有嗎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這樣 選舉到人 騙子啊 什麼前客一大堆 在登記前兩天你知道 還有人 他是什麼聯合國專員 以前美國國會助理的 然後真的到我來講說 欸這個 這個羅生博 那個美國方面希望藍白河 然後羅生博會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一聽就覺得很奇怪 我還特別打電話到那個 我們那個做大使有打電話到AIT去檢查 政治組去檢查 後來知道這個就是騙子 不過也因為這樣 我們後來就跟AIT 就建立一個聯絡的熱線 有些會不會擔心收下民眾黨在陸戰實力比較弱 因為前立有郭政黨就是強勢 不然你一直都幫你來選舉 沒有啦 每個政黨是這樣嘛 有他有優缺點嘛 那這種傳統的陸戰太耗錢了 這不是我們的強項 他說我們優點要盡量發揮嘛 缺點要把它收到最小 昨天侯友也好 他罵你們說我不要咧 我說不要緊啦 這個 他應該會說他失言吧 會希望跟吳欣宜募款嗎 雖然他當以為只有職務捐 那選副總統很會想跟他加入就募款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們要募款還是小額捐款 到現在為止 我們為了這場總統大選 我們都還沒有去辦什麼募款參會 什麼都還沒有 不過是這樣啦 選舉還是要花一點錢 所以在最後 最近啦 我們應該要開始要 要開始去舉辦一些募款的專案 希望還是用 我覺得是這樣啦 選舉還是用小額募款 你知道 把它打完 錢不要花太多 我們還是建立一個比較正面陽光的選舉 會跟郭董有什麼關係 至少到現在為止 台灣民眾沒有收過郭董的錢 也沒有收過我們吳欣宜他們家的錢 我們還是正正當當的營運 roz延遲啦